哈喽你好我是Cindy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方法 是最好衡量你是健康的 如果你还在量体重 跟自己过意不去 因为那个数字下不来 造成你很多的压力 你猜一下这个会对你的体重造成什么效果 它会有反效果 因为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压力会导致你增重 增肥的另外一个方法 压力是一个荷尔蒙 所以 我们不要太依赖体重的数字 它是会给我们一个指标 但是他不是完全 指导你是不是健康的一个仪器 如果你还是小孩子你是baby 我们需要量他 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他的成长 的速度 但是已经到成人的时候 你不会在成长的时候 不需要那么频繁的去量体重 而且他其实不会告诉你什么 你如果前一天 喝的水比较多 你今天会比较重 你如果前一天喝的水比较少 你今天会比较轻 你今天有排便 你会比较轻 昨天吃的比较多盐 你今天会 含的水量比较多 你会比较重 很多 变数会指导你的体重 那到底什么方法来知道说 你是不是在健康的体重 还是你过胖 你需要再继续 减肥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这一个 腰围跟身高比例 的方法 而且衡量这个 你不需要什么仪器 只要有一个尺 或者是尺带 就可以了 常常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很多广告 杂志 都在标榜着 减肥减重 他们衡量 你减肥有没有减肥达到效果的 就是靠你的重量 那如果你有 增加了肌肉的话 该怎么算呢 肌肉比脂肪还要 高密度 或者是你是比较 大骨骼大骨头的人 你会比较重 如果你减肥减重 是跟着你的腰围 你的腹部都有在缩小的话 这个才是 健康有效的减肥办法 有时候 有些人会这样子瘦 但是有时候有些人 不会这样子瘦 他们瘦了5磅10磅 但是腰围没有瘦 因为他们很详细的去计算 卡洛里 他们很频繁的去 上那些booth cap 没有让自己休息 累得 头昏眼花 身体的压力水平很高 没有睡觉 没有睡好 这种情形下 他们 会瘦脚 会瘦臀部 会瘦手 但是 肚子没有消 这样子是把他们的健康 往 反方向移动 未来是会制造更多的 新陈代谢 代谢综合症的问题 我们身体有一个 层次去燃烧脂肪 他不是一下子 就会把身体所有的脂肪一下 燃烧完 我们吃进来的碳水化合物脂肪 会先被用作能源 那这些能源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流动的时候 它的作用就是补充肌肉的能源 那肌肉会存起来使用它 那当肌肉没办法再储存太多的时候 身体就会把它存在 皮肤下变成肤下脂肪 皮下脂肪是比较没有伤害力的 不是那么危险 那再接下来 肤下脂肪 储存满了 就开始会储存到我们内脏脂肪 当我们的肝脏 的细胞没办法再去接受那么多的 能量的时候 它开始把脂肪就堆积在它的附近 没地方丢了就丢最近的地方 那内脏脂肪又丢满了 还有再多的能量的时候 它就是在我们血液中流动 有高血糖的问题 高血糖的问题就会牵扯到 胰岛素抵抗 糖尿病 脑力 视力 其他的心血管疾病 癌症 所以腰围是很容易就知道说 当脂肪被储存的时候 它是在哪一个程度 你也可以知道说 你有没有胰岛素抵抗 以这个方式来衡量 那计算方法就是把你的 腰围 处于你的身高 那当你量你的腰围的时候 把尺带放在 肚脐的地方 然后你的肚子是完全 放松的 不要吸进来或者是 把它 紧绷缩 那你有这个数字了之后 你可以来核对你是在 哪一个项目 它有分7个类型 高度肥胖 严重肥胖 肥胖 健康 苗条健康 肥胖 体重不足 如果是在前三项的话 那表示 你有胰岛素抵抗 你有 胰岛素的问题 以下就是 健康的范围 这个比起你去 测 BMI 还是量 体重 更有效 这里还有一个研究 他花20年的时间 去追踪30万人的成人 他们发现 腰围跟身高 的这个比例 可以知道说这个人会不会有一个长寿的生命 如果你在你标准的 腰围7寸以上多的话 寿命会减少1.5年 而且很多 杂志报道开始指出说 BMI不是真的 可以衡量这个人到底是不是 健康 因为 BMI没办法去分别 脂肪跟肌肉 还有很多其他 应该要加入衡量的变数 所以你如果 还在量体重的话 可能改以 衡量你健康方式会是 比较有效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 video有帮助麻烦你喜欢 分享这个影片 订阅我的频道让你不会错过 健康知识还有 长寿 的相关讯息 谢谢观赏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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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